Sofi Bank股票代码Sofi是一家网络银行 它2024年的第一个财报将在4月29号的开盘前发布 Sofi在2021年6月1号通过和IPOE的合并上市 跟绝大部分SPAC上市的公司一样 从2022年开始受到了市场对它估值上的打压 从2021年的年初最高点25块7毛8 跌到了2022年年底的4块3 2023年年初又因为硅谷银行的爆雷 导致了整个银行业的低迷 刚有所回暖的股价又跌去了三分之一不止 在这几年间 Sofi的经营状况在持续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2022年初获得了正式的银行经营证 不再仅仅是一家网络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在Sofi上市的三年半间 这家公司的资产规模从85.6增长到了300亿 仅在过去的一年也增长了58.17% Sofi现在的估值对比其他的银行也并不高 以目前7.6的价格来算 市净率PB为1.418 而市销率PS为3.407 而用户数为754万 并且公司预计将持续的以20%到30% 每年的速度增长 作为参考 在2023年用户数的增长速度为40%以上 但公司管理也表示用户数的增长会越来越快 在2023年的全年用户数增长了232万 在画饼之前我们先对比一下老牌银行 以便判断这家公司的估值是否高于增长缓慢且成熟的同行 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业之首资产3.875万亿 超过百倍于Sofi PB为1.809高于Sofi PS为3.561略高于Sofi 在相同的三年半间摩根大通的资产增长了1000亿 以上从估值的角度粗略的结论是 Sofi以市经率和市销率的角度来讲并不贵 甚至比增长迟缓的摩根大通更加便宜 如果要考虑盈利能力 现在很难判断 因为Sofi是一家上个季度刚盈利的公司 实际的盈利能力并未表现出来 但是假设Sofi将来的盈利能力跟其他的传统银行相仿 那么考虑到增长速度 这只股票是便宜的 值得一提的是Sofi团队是习惯性的给低预期 在过去的11次财报中 利润超预期10次 收入超预期11次 想必这次也不会例外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的11次财报中 有8次Sofi股价在第二天上涨 对于投资了这家公司一段时间的投资人来说 财报当天大涨 之后几周慢慢跌回之前的涨幅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作为一个开始盈利 并且增长速度迅猛的银行 Sofi还拥有自己的科技平台Galileo 这个科技平台给行业内其他的金融公司提供金融科技上的支持 包括网银 支持信用卡的科技平台等 在2024年初 也有消息表示 美国五大行之一暂时怀疑City Group或者US Bank Corp在和Sofi的科技平台Galileo做测试 目前消息未公开 也是这次4月29号财报的潜在利好消息 对于Sofi来说 Galileo的重要性在于公司可以从银行业数字化中盈利 公司CEO Anthony Neuro在采访中提到 我们非常担心地方银行 我们想要的不是淘汰地方银行 而是让地方银行活得更好 最后要讲的就是Sofi的销售支出 目前除了广告投放 Sofi还赞助了一个加州能坐下7万人的体育馆 Sofi Stadium和一个高科技高尔夫球馆 并且就在今年 Sofi还成为了NBA的唯一合作银行 因此每一场在Sofi Stadium举行的体育赛事 和类似于去年泰勒举行的演唱会和NBA的球赛 Sofi Bank的存在感都不低 因为以上许多原因 我个人比较看好Sofi股价在未来的表现 2024年我能看到Sofi站稳10块钱以上 如果未来几个财报的前瞻乐观 有潜力尚看到15 请作为我个人看法 请不吝点赞助